这个周末非常多的我CMU的学生都毕业了 祝贺他们 我今天讲一下CMU的 Career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学校的学生就业办公室 关于暑期实习的数据报告 这里有三个要点 可能是颠覆你以前的认知 首先在这个报告里面 CMU它统计了从2018到2022年的 暑期的学生都去干了什么 有的是去实习 有的去上课 有的是去做科研 那么咱们就主要看这些实习的同学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数据 就是在暑期的实习里面 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 其实差的并不多 它统计来的 大一是有929个 大二是1022 大三是1076 这些学生都是占它一年的学生 就是1700 这个本科生的60%以上 所以并不是说大一的学生 就找不到实习 就没有工作 不是 是大一大二大三 其实范围相差不到10%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 来找实习 不要说 哎呀 这个好像很难 我大一可能听说找不到 你就不去找了 CMU的数据显示 并不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有意思 就是它统计 这个实习的同学 拿到工资这些人 他们平均是多少 有多少拿到工资 多少是带薪的 首先咱们看工资 大一的学生的平均工资 是17块一个小时 大二是23 大三是29 17块钱 相当于一年 是大概34000美金 但是大一只有43%的同学 是带薪的 到了大三 就有73%同学是带薪的 所以换句话来讲 大一的同学里面 有60%的学生 去实习是没有工钱的 这是对CMU的学生来讲 CMU因为它的工程学 计算机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就算CMU的学生 都有60%的学生 大一实习是没有薪水的 那么大三实习 是有30%的学生 是没有薪水的 所以你这个实习 只要是有经验 我认为你就应该去 而不要纠结说 这个公司给我钱 这个公司不给我钱 其实现在你去送到人家公司 拿到你的工作经验的机会 这就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信息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张图 就是它写出了 叫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就是说你找到这个实习 你从哪找来的 那么它列举了几个方面 比如说job fair 就是学校的招聘会 再有是networking 就是关系 线上搜索 再有是教授的推荐 在这里大家可能想 这个学校 它是就业中心 它肯定是说 见面会是很重要的 其实见面会 最后的结果统计 只占了2% 这里最大的一个来源 是什么 就是线上的搜索 这里包括了 叫hyshake搜索 和其他的招工的 这些网站 海投 就是说你要去投地 像我有的 CM的学生 投了800个职位 这样都有的 然后它的networking 就是通过关系 通过引荐这占30%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数据是 所有的本科学生的数据 包括主要是美国的学生 因为美国学生 对吧 他有邻居 他有亲戚 可能这里引荐比较多 但是我们作为国际学生 这个引荐的因素 其实很少的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海投的能力 说海投的能力 可能有的同学家长 觉得说是贬低咱们学生 其实不是 大家去海投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你在投的时候 能够如何来迅速的了解 这个职位适合不适合你 他的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职位是不是接收国际学生 其实这些是很需要一些经验 很需要一些工具的支持的 所以在这里 就是大家要坚定信心 这个海投是CMU的 这个数据报告里面 统计的是最重要的一个 职位的资源的来源 好 这里还有一些数据 就比如说去的是哪些公司 这些公司都在哪个地区 那么大家可以从CMU的官网 他的就业指导中心 具体看这个报告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详细来讲了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 就是你千万不要因为 你是大一的学生 你就不去找实习 再有就是找实习的 最最重要的来源 是线上的搜索 一定要会怎么搜索 一定要勤搜索 这样的话 你才能有更好的机会 你要去海投投出去 别人才会给你伸来橄榄枝 好 那今天呢 关于CMU的本科数期和夏季经验的数据报告 我就讲到这 大家可以在CMU官网自己来查看 美国学区学院找后人 我是长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你